他写的是相互的嫉妒 那嫉妒其实就是同性之间的相互憎恶 只要女人还是被置于围绕男人 或者被男人选上的这种潜在竞争关系之中 女性之间的同性社会性纽带 即使存在也是很脆弱的 其实苏同在80年代的时候 有意识的逆反了我们对女性命运的那种刻板化想象 道普讲书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力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 我主要研究的方向是女性文学与文化 在这里我会分享一些女性文学经典作品 和大家一本本解读 希望大家喜欢也请多多关注 首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是《妻妾成群》 当下很多以民国为背景的电视剧 我们通常称之为民国戏 同样也有很多对宫廷生活想象的电视剧 我们称之为宫廷剧 但是无论是民国戏还是宫廷剧 剧中一个男人总是会有几个太太 那大太太吃斋念佛 二太太搬弄是非 三太太喜欢唱戏 四太太是个女学生 这种人物设定我们都见怪不怪了 所以现在我在课堂上讲苏彤的《妻妾成群》的时候 经常会有同学说 这个小说跟流行的民国戏或者宫廷剧很像 其实说反了 是民国戏宫廷剧跟这部小说很像 这些编剧们应该都读过苏彤这部小说 并且深受它的影响 现在民国戏或者家庭剧里边 有关女人之间关系的想象 其实有很多都基于妻妾成群 所以可以说苏彤在这方面 女性关系的书写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所以在这样的关系里边 你会发现这个女人和另外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的纠缠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跟妻妾成群所表现的是一个意思 只不过大家生活的空间不一样 有的是民国 有的是清朝 有的是另外的朝代 而这些女性 她们最终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获得皇帝的青睐 她千方百计的女主角要闯关 那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主人公把身边的所有妃子都打败了 最终成为的 不是她要成为的 她渴望成为的自己 而是皇帝喜欢的她 也就是说 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成为皇帝喜欢的人而努力 所以她要不断的赢 那所有的民国家庭系和宫斗系 一个共同的主题 就是如何获得男人青睐 如何通过排斥同性 对自己的干扰 获得男性青睐 进而获得一种自我的满足 那么七谢成群这部小说 它讲的是什么呢 它讲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它讲的是一个 就是大家庭里有一个 叫宋莲的女性 她是男主人公陈左迁的第四房太太 小说写的就是宋莲在陈府里的成长 讲述作为女人的她 来到陈府之后 与其他太太的纠葛争斗 宋莲被轿子抬进陈家花园的时候 是十九岁 当时她还是个女学生 刚刚出校门的女学生 那陈左迁这一年刚好武士挂龄 她已经有三位太太了 大太太玉汝 成天在佛堂里碾珠通经 二太太桌云 热情而精明 有大家闺秀风范 那三太太眉山长得很漂亮 能歌善舞 她原来是一个有名的戏曲演员 陈府里还有一个女人 是宋莲的使唤丫头 叫做燕儿 那宋莲对燕儿 实际她的关系是越来越厌恶她 就是进入陈府以后 宋莲和玉汝 卓云和眉山之间 其实是一种互相防范和争斗的关系 那相对来说 宋莲和眉山相处的还挺好的 当然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就是大少爷飞浦回来后 与宋莲一见如故 这是一条线 那么接下来就是宋莲她打麻将 无意中发现了眉山和医生的私情 那宋莲为了在陈家的地位 和大太太二太太 还有渴望向上走的燕儿之间 就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而飞浦呢 她再度归来的时候来看望宋莲 宋莲向飞浦表达了爱情 但是飞浦不敢接受 因为其实她坦漏了 她向宋莲坦漏了 她面对女性的这种无力感 宋莲其实就是极度痛苦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 眉山和医生偷情被捉云捉住了 那么宋莲半夜听见了 她被人抬着扔进了警钟 以下子下风了 那第二年的时候 陈左迁就纳了第五房太太文竹 文竹出进陈府 看到了一个疯掉的宋莲 苏彤在书中讲述的这个故事 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想不同的人 叙述这个故事就会有不同的角度 那我想跟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 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 就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 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不一样 小说从一开头 它其实就奠定了整个故事的一个基调 作为文学作品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小说家是怎么写这一段的 就宋莲走到水井边 对洗毛线的燕儿说 让我洗把脸吧 我三天没洗脸了 这个燕儿是陈家的一个丫鬟 她给宋莲吊上一桶水 看着她把脸埋进水里 宋莲拱着的身体像腰骨一样 被什么击打着 酥酥的抖动 这时燕儿朝井边的其他女佣 使了个眼色 捂住嘴笑 女佣们猜测 宋莲可能是陈家的哪个穷亲戚 他们对陈家的所有来客 几乎都能判断出各自的身份 但是宋莲就猛地回过头 瞟了燕儿一眼说 你傻笑什么 还不去把水泼掉 燕儿就问 你是谁呀 这么厉害 宋莲就嗓了燕儿一把 拎起藤条箱子 离开井边 走了几步 回过头说 我是谁 你们迟早要知道的 臣府的人都知道 陈座谦老爷娶了个四太太宋莲 那陈座谦又把他下房里的燕儿 给宋莲做了使唤丫头 于是宋莲和燕儿 马上就有了非常有意味的第二个交流 宋莲把燕儿拉到自己身边 端详一番 用手拨弄他的头发 燕儿就听到宋莲说 你有没有狮子啊 我最怕狮子 燕儿咬住嘴唇没说话 他觉得宋莲的手 像冰凉的刀锋 切割着他的头发 宋莲说 你头上什么味儿 真难闻 快拿块儿肥皂洗头去 燕儿就垂着手 站在那儿不动 陈座谦就瞪了他一眼 说 没听见四太太说话 燕儿说 昨天才洗过头 陈座谦就拉高嗓门说 别废话 让你去洗就得去洗 小心揍你 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话 其实是显示了小说家 非常高超的文学技术 可以这样说 小说一开始就以 陈座谦的丫鬟 燕儿和四太太宋莲的交锋起笔 埋下了一个暗示 这个小说实际上写的就是 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 是同性之间的争斗 这其实是一个叙述的类型或者模式 我们知道非常有名的女性主义研究者 上野千赫子 他在燕女里边有一段话说的特别有意思 他说只要女人还是被置于围绕男人 或者被男人选上的这种潜在竞争关系之中 女性之间的同性社会性纽带 即使存在也是很脆弱的 其实这句话对我们理解燕儿和宋莲之间的关系 非常有启发性 当然对我们理解宋莲和其他太太的关系 也非常有启发性 比如我们知道陈左谦的二太太 桌云和宋莲的交锋 那宋莲后来假装剪头发 一下子把桌云的耳朵给剪掉了 比如说三太太是一个戏曲演员 后来被发现出轨 那宋莲在这个家里边 因为心机不够时常感到苦闷 后来宋莲看到了很多真相后 精神失常了 小说的结尾写的是 因为宋莲疯了 所以陈左谦又娶了第五房 太太文竹 文竹进出府的时候 经常看见一个女人在紫藤架下 枯作 有时候绕着废井一圈一圈的走 对着井中说话 文竹看她长得清秀 不太像疯子 就问边上的人她是谁 别人就告诉她说 这是原先的四太太 小说就这样结尾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就是这个妻妾 其实妻妾成群 写的其实就是妻妾争宠 那么妻妾争宠的动机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性别和欲望的关系 其实这个小说 它是一个典型的 几个女人围着一个男人传的故事类型 那么这类故事 不只是在《妻妾成群》里边有所呈现 那在古代文学的名著《金平梅》中 新门庆和潘金莲 李平儿 庞春梅 吴月娘 孟月楼 李娇儿等等角色 其实也构成了相似的人物谱戏 那关于这类故事的分析非常多 那我只想强调的是 小说里的每一位女性 她们所进行的这种争斗 撕扯 撕咬 其实都是为了一个人 那妻妾成群里边这个人呢 就是陈左迁 为了争夺 她的青睐 宠幸或者是爱 所以在女人群居住的范围里 谁都离不开 互相嫉妒 男人的青睐 正是嫉妒的根源 但是苏彤在《妻妾成群》当中 并不仅仅局限于 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探讨 进入陈家花园 其实也有不同身份的男人 他们之间关系的不平等 取决于各自权利的大小 比如说 陈左迁在陈家拥有绝对的财富和封建家长的权威 那在小说中苏彤把陈左迁在陈家的地位浸润到他与女人以及少爷非谱的关系当中 所以在《妻妾成群》中我们能够看到 性权利是陈家花园里男人女人在陈家大院中的地位和其他权利的深层而隐晦的衡量标准 那几房太太之间的争宠其实就是她在陈家拥有的地位的一种肯定 所以当妻妾争宠不分场合甚至出现了人命的时候 那陈左迁的地位就被撼动了 所以她欣赏就是宋莲在床上的热情 但绝对不能容忍生日宴会上宋莲的一个礼物之吻 在男人的范围允许的范围内她是请去 那超出了这个范围她就变成了挑战 而《妻妾成群》这本书里对陈左迁权力带来最大重创的 其实就是梅山和医生的《红杏出墙》 这其中暗含了陈左迁和医生之间权利关系的冲突 那陈左迁尽管在生意和性上已经颓败 但是苏同笔下的医生却更呈现为一种奶白色的软弱 所以医生的软弱让她成为梅山出离陈家 报复陈左迁的工具 最后也成为就是陈左迁狠狠收拾梅山的借口 我们可以看到毫无权力而苍白软弱的医生 面对陈左迁的权力的时候只能深陷于梅山的悲剧中而无能为力 那么另外一位男性呢 其实就是少爷菲普 他和他的父亲不一样 实际上他是一个同性恋 我们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老天惩罚我 陈家世代男人都好女色 轮到我不行了 我从小就觉得女人可怕 我怕女人 所以尽管菲普他受过新式教育 但他依旧成长在陈家充满福气的环境中 他见证了太多女人的到来 以及他们的死去 所以菲普也想过出离陈家 决定逃离陈府去云南 但最终还是回来了 他的贫弱实际上是对父权的畏惧 那么也注定了他的逃离是失败的 那么当地理上的这种逃离不可能 所以他在心理上的爱恋 从面向女人就逃向了男人 所以我小说中就写到 菲普和顾少爷手拉着手走路 甚至宋莲都会说 你们俩倒像是夫妻了 形影不离的 那此外 菲普在与宋莲相处的过程中 让宋莲感受到心里很潮湿 一种陌生的欲望 像风一样灌进身体 他觉得喘不过气来 甚至于宋莲想到的是 眉山和医生在桌下交缠的腿 宋莲醉酒后 陈左迁让宋妈堵住了门 为的是不让别人看热闹出丑 但是当菲普来找宋莲时 苏同写道 宋妈看见大少爷菲普 把手插在裤带里 慢慢地朝这里走 他正想让不让菲普进去呢 菲普转了个身又往回走了 那封建家庭内部 其实父权对弱势男性的反识 在这一刻被小说家体现得淋漓尽致 说完了陈家的男人 然后我们再说陈家的女人 就是女人之间最明显的一点 他写的是相互的忌妒 那嫉妒其实就是同性之间的相互赠物 比如说燕儿和老爷陈左迁也有过一些暧昧 因此燕儿赠物宋莲 赠物他得到了老爷的爱 当宋莲怀疑是燕儿偷了自己的销的时候 他在燕儿的杂木箱里 忽然抓住一个鼓鼓的小白布包 打开一看里面是个小布人 小布人的胸口刺着三枚细针 宋莲起初觉得好笑 但很快他就发现小布人很像他自己 再细细的看 上面有一细的两个墨迹 宋莲 宋莲的心好像真的被三枚细针刺着 一种尖锐的刺痛感 弥漫他的身体 所以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女性争风吃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为了那个男人 所以男性角色在文本中成了一种权力话语的象征 这也正像是金平梅中西门庆最终被酒色欲念耗尽而重病身亡 陈左迁最后也没有平衡好女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小说 他实际的是写了一个家庭的故事 但同时他有一种隐喻和象征 象征着一种这种封建家庭的这种腿败 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 1991年张艺谋指导了改编自苏同小说七切成群的电影 大红灯笼高高挂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非常重要的时刻 这部电影它斩获了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石奖 第1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并提名了第6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 那在海内外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不管是张艺谋的电影史 还是整个中国的电影史上都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一部电影 那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触电的典范之作 张艺谋的这个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实际上对七切成群改编的策略 也是今天我们特别值得讨论的 只有我们借这个电影 我们会看到这个小说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那电影对小说改编最好的那个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小说里边陈左迁是在场的 那么在电影里边陈左迁是不在场的 但是他虽然不在场 但是他的人和他的声音一直在 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边 张艺谋就是直到最后都没有让男性露面 也就是陈左迁露面 这意味着这个男人就像空气一样 影响女人之间的关系 陈左迁的意志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他的声音无处不在 一切的压迫就都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出现 但是却具有更强势的男性威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改编的处理 那在小说《七切成群》当中 苏彤与他非常细腻的笔触 复活了我们关于南方的种种文化想象 这是这部小说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地方 那大家会看到小说中的《陈家花园》 还有《玉指生命轮回》的《紫藤架》 有井 裁衣服用的苏州的真丝 陈府饭桌上的甜食 重阳赏花时的蟹爪 梅山唱的京剧女调等等 都有一种强烈的那种溢出的效果 就是它不是故事 但它又有强烈的暗示色彩 唤起了我们关于南方的那种形而上的这种联想 这些其实都是普遍 但却又隐蔽的一种文化想象 让读者能够形成关于南方生活的某种历史观念和历史感觉 所以在文学史上 也会称《七切成群》是一个南方想象的作品 这是说小说 可是大家要知道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边张一谋 他其实是在北方拍的 他的这个电影是在北方的建筑里边拍的 他用高处陈家大院的死人屋 置换了女性色彩浓郁的井和子藤家 取而代之的是红灯笼 那么灯笼作为一种载体既存在于故事中 同时又是一件陈家宅院的物体 同时他又和人物的命运相关 那么《红灯笼》是什么呢 在这个电影里边 它是陈家宅院里关于恩宠情爱荣耀的象征 它代表着全部的幸福 所以我想说的是张一谋他删去了代表生命力的子藤架 引去了对生命的憧憬和美好的希望 他让女性完全陷于绝望之中 似乎太残忍 但是他又给人非常印象深刻 代表了他对女性命运的理解 《七切成群》作为一个经典作品 它的魅力是什么呢 刚开始我们就说了 说最近的一些宫廷戏和这部小说有着非常相似的核心 比如一个女人从底层的宫女不断地往上走 最后获得了皇上的青睐 当了贵妃和皇帝一起享受权利的荣耀 其实苏彤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有意识地逆反了我们对女性命运的那种刻板化想象 所以《七切成群》中 宋莲作为受过教育的女学生 在臣府那种环境当中并没有以反抗的姿态出现 而是展现出她对环境惊人的适应力 这是和以往的叙述里面非常不一样的 显然有张爱玲金锁记的影子 金锁记里面那个曹七巧 因为丈夫的残疾而幸苦闷 所以在江继泽拒绝了曹七巧之后 现实的无情使得曹七巧的内心发生了扭曲 她开始以母亲与婆婆的方式来主动作恶 那女儿长安 儿子长白以及儿媳都沦为了曹七巧手中的牺牲品 宋莲其实也是从受到封建家庭关系的迫害 一步步变成主动作恶的人 她进入了和曹七巧相似的命运的链条 可是苏同在塑造臣府的这些女人们的时候 她也有意识地要打破这种固定的叙述模式 她其实借鉴了西方文学的一些影响 有一些研究者也指出了这一点 有一位学者叫陈光伟 陈光伟老师他谈到过苏同和包法利夫人 译者的对话 然后他就说说包法利夫人里边 你会看到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 性格上道德上真正的完美都没有 每个人都有缺陷 这是弗罗拜作品中最具有精雷般效果的东西 所以就弗罗拜对笔下的人物进行全面的批判 不留一点余地 剥光了每个人的衣服 也不想使文学作品与社会保持相对的平衡 但是正是这个动机使作品变得伟大 那么在七切成群中 就是陈光伟认为苏同其实也在试图做到这一点 你看他的作品里边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 但是人人都在可恶中有值得同情的东西 所以七切成群能够在八十年代文坛具有精雷般的效果 就是也有包法利夫人的一些余韵在 比如说梅山和医生被捉云当场捉奸 在被仆人捉回陈家北乡房的路上 他双目怒争一路叫骂 院落禁忌后 陈左迁去梅山家中坐了一会儿 外面是好大的雪 凌晨时分 宋连听见窗外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被几个人抬着的梅山在挣扎 朝紫藤架纳口井走去 他终于明白他们要干什么了 在包法利夫人的结尾 包法利夫人推下了皮霜 包法利先生竟还在傻傻的等着妻子回家 所以陈光伟老师指出 就是在这惊了一般的效果 将这两部小说串联在了一起 而这两个串联的效果远远超过了 两个结论设计的范围 也就是说 妻妾成军惊雷般的效果 除了体现在梅山的死之外 我认为也在于宋连最后的结尾 你看现在新闻或者热搜里 所谓的全民抓小三 婚外情的男人并未受到指责 我们只看到情人和妻子之间的私打 那这样的关系之所以存在 就是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是否被男人喜欢很重要 男人不是过错方 当我们看宫廷剧或民国戏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有位女性一定是脱颖而出的 一定是踏着其他同性的血肉和骨灰往上走的 作为观众的我们很容易与之共情 与之一起扬眉吐气 然而妻妾成群里给宋连的结尾 非常的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说在小说的结尾 陈左倩娶到了第五房太太文竹 那么文竹看到一个女人 围着费井一圈一圈的转 他就问身边的人 他是谁 人家就告诉他 那是原先的四太太 脑子有毛病了 文竹说 他好奇怪 他跟井说什么话 人家就复述宋连的话说 我不跳 我不跳 他说他不跳井 宋连说他不跳井 这七个字是这部小说的结尾 那这句话非常有意味 因为这句话 这部小说更显得神采意义 那这句话也显示了苏同和其他作家编剧的不同 也显示了妻妾成群和后来的宫斗戏 家庭剧完全不同的美学追求和对人的理解 那这七个字的结尾 那这七个字的结尾其实极其有意味 你会发现宋连在最后仍然保有着女性自己选择的主体性 以及坚决的不屈服 就是我不跳井 这与他进入臣服后 迅速适应环境和妻妾争宠的局面构成了一种复杂性 恰恰这个是妻妾成群最有魅力的地方 就是妻妾成群给当下的十分重要的启示 就在于女性要能够以自我的方式去发现自我的价值 而不必以他人或者男性的判断标准为标准 封建社会女性的自我价值无从体现 所以她只能通过她所依附的那个男性彰显自己的价值 这是男性意识形态的一种自我内化 妻妾成群中尘服的女人们都带有强烈的人身衣服意味 就是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衣服意识 使她们处于一种无可选择的境地 而被衣服的主体 男性意识的好物往往使女性面临失去衣服的危机 小说的悲剧非常令人感叹 那就是生活在尘服里的女人们 面对象征着家庭威权的陈左谦 并没有放弃自己 女人们彼此互相伤害对方 像是在做出某种努力 然而几乎都被困在原地 甚至于被子藤家和那口枯井所绞杀 我们看二太太卓云 她是美丽过的 宋连初次拜见的时候也忍不住被吸引 但她为了在争斗中获胜 选择失去人之为人的尊严状态 而无条件的依附男人 未必三太太更早临盆 名分上战先 她选择危险的催产真 结果命悬一线 听来可怕又可悲 为依赖他人竟然不顾惜自己的生命 孩子的健康 然而这就是完全放弃自我来依附的代价 哪怕不断增加筹码 哪怕付出血肉 可惜三太太还是先他生子 又是个男孩 面对宋连 卓云一面亲热 背地里却用乌骨骤害 气得宋连要剪她耳朵 对结怨颇深的三太太 她则是处处留心 终于抓奸在床 借用臣服男人的手 将命运同样悲苦的眉山除掉 也导致了宋连最后的发疯 那看起来卓云似乎是胜利了 但是陈左倩又纳了第五房太太文竹 似乎一切并未如卓云一开始所预期的那样 依附男人来彰显自己的价值 女性就会陷入到渴望失望 彷徨反复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怪圈当中 也正如书中宋连所哀叹的 女人到底算个什么东西 像狗像猫像老鼠像鲸鱼 就是不像个人 女性主义这个话题当然现在很热 我觉得它是一个好的事情 它证明了就是女性的觉醒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就是 女性主义是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讲 它的重要性就在于我们以前认为不叫个事的事 今天我们发现它是个事了 就是它代表了我们整个社会社会性别意识的萌形 我其实就是因为女性主义有很多的说法 有很多的概念和谱系 对于我们每个人对女性主义有不同的理解 那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女性主义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实现 两性的平等 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那么在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 其实它是有很多的不平等的 如果你问我说就是 中国的女性主义或者是女性意识是不是在进步 我一定告诉你是进步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把这件事情放在一百年的历史来看 而不是站在短的时间内 一百年来 中国女性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对什么是独立女性 什么是女性的处境 什么是女性的声音开始越来越有清晰的认识 而且我们整个社会不仅是女性 也包括很多的男性 也给予这样的声音极大的肯定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社会的进步 自由的爱自在的生活 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也是我对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希望 就是要自由自在的生活 要去除身上的这些束缚 这本书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张力 如果你觉得这本书还不错 欢迎你点击右上角 分享转发给家人朋友 我在靠谱讲书 和你一起读书成长